多主席,我紧以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 提交事务委员会2022年会期的工作报告 并简述委员会几项重点工作 在减费方面,委员普遍支持政府提出的 2023年实施首阶段的管制绩器塑胶餐具的计划 以及管制其他绩器塑胶制品 委员建议政府应就合规格的替代产品 向市民和业界提供指引 以及推广重用餐具 委员也支持政府落实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的各项措施 并促请政府加快发展更多的转费为能和转费为财的设施 以尽早实现香港零费堆填的目标 为达至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所定下的碳中和目标 委员促请政府尽快确立具体未来路向和行动计划 以减少主要源头,尤其是发电和运输的碳排放 委员建议政府加快发展和应用轻能 以及加强区域合作减碳,并尽早制定推动电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用车的路线图 以及陆上运输使用轻能的长远策略 同时建立完善的充电网络 此外,政府也曾经向事务委员会汇报 检讨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的工作 政府的目标是将每项工程的环评程序 缩短至18至24个月内完成 委员支持检讨的方向 并向政府提供多项建议 例如进一步简化环评程序 引入按潜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评估的机制 以及豁免极小规模的工程进行 环评程序等 委员支持政府将禁止位置野生动物的地方 扩展至覆盖全香港 以及提高非法位置野生动物的罚则 并就有关罪行引入定额罚款 有关扩展禁卫区的法例修订 亦已提交立法会审议 委员深切关注因国际能源价格飙升 来年电费大幅增加 事务委员会通过一项议案 要求两间电力公司与市民共度时间 调整利用空间以压抑电费加幅 并促请政府提高电费补贴金额 舒缓基层市民的经济压力 主席我也藉此机会感谢事务委员会各委员 和秘书署同事在过去一年的支持 多谢 多谢